美洲三就是金山六三社区发展协会办理聚会共餐的日子 为了让社区中的长辈在外出连移用餐的日子里 也可以动一动手脚运动促进健康 六三社区也加入了延缓失能的课程计划 最近课程中不只是带着长辈运动做体操 更加还加入了训练手眼协调的蝶杯活动 让长辈体验不同的多元课程 六三社区的课程讲师小敏老师带领大家 从右手拿三杯左手拿两杯中间放置一杯开始 慢慢的叠起三层的高度随后快速的向下收杯 完成叠杯的动作 虽然要做的快速有点困难 不过在老师一步一步分解下 长辈们都能很顺利的完成叠杯 今天的延缓失能课程 老师不断在进步在变化 六三社区每周都会安排不同的课程内容 从伸展筋骨体肩运动到叠杯活动 都希望长辈能够有多方的尝试 不只是训练大小肌肉运动 更加也要透过脑力的激荡 学证如何快速叠杯与收杯 刺激长辈来动动脑 让长辈不只是肢体肌肉不会退化 脑力也跟着不退化 激荡品和金山采访报道